大家好,我是九哥 今天给大家的是一个 钻石到皇冠左右的一个单身四排实况解说 我们现在前期基本上是在滑水 没有遇到过什么人头 但是我们看一下前面是有一个枪声的 而且不止一个 我们是看到了一个人跑了下去 这里再往前面拉近一下 他想过吗? 马路应该是讲经安全区的 我们先把他给击倒 然后再来看一下他这个近边 又是一个人冲了过来 我们把他给吊倒 同时发现自己左边 还有人呢 这应该是一个满天队啊 四个人 我们现在把一个人给击倒之后 马上缩回来 打一下就缩一下 千万不要持续性地在这里外面探枪 有时候我就是因为持续性地去打对手 导致自己因为探枪被对方给带走 那我们现在是补给一下自己的个血量 然后想去填一下包 但是发现旁边是有枪声的 赶紧跑一个反鞋位趴下 然后反身看一下他的位置 把他给击倒 击倒之后的话 也就没有看到他周围有队友 那我们其实就可以去赶紧恢复压状态 之后可以走了 这原点有人在骚扰我 应该是圈里的人 先加血 然后我们进圈 一坡城的一个安全区 我们现在还不在圈里 还要往圈里面走动一下 在往圈里走的同时 一定要注意自己身边的掩体 靠着掩体走 这样的话 如果你被打第一时间能够躲避 这个蓝楼应该是这个安全区那样 肯定所有人都想去争抢的一个位置 我们也是来到一楼 先不着急往二楼走 先去听一下脚步声 因为还有五个对手了 可能不是一队人 不是可能 肯定不是一队人 所以说我们先去判断一下 这里有人过来了 我们先把他给击倒 击倒之后再来看看 有没有什么队友 把他给补掉 他有一个队友 又是冲了出来 我们就把他给再次击杀 那这两个人的话是直死掉了 应该就是一队的 还剩下三个对手 可能也是一队的 现在一楼是安全的 但是他们肯定是之前听到过枪声的 应该是知道我们这边一楼是在打架 那我们现在肯定要转移地方了 因为对方如果从楼上跳来 可以从外面去打我们的 我们就会不好躲避 这个时候就可以来到二楼 来到二楼的话 也要去看一下这个房子里有没有人 因为很有可能也有人 像我刚才在一楼那样卡着位置的 我们来到二楼之后 还是跟在一楼卡的位置相同 在这里等待一下 对方以一个人数优势 肯定会想选择来排查我们的一个位置的 我们不在一楼 然后也不在三楼 就在这个二楼 因为这个二楼的话 是一个在楼下 他们翻下去打不到的一个位置 然后在这里果然看到有人冲了进来 我们就跟他来一波对枪 这波对枪的话 其实有一点小失误 没有第一时间把他给秒掉 不过也算是还好吧 没有死掉 然后去加下血 他队友现在也是知道 我们现在在二楼了 肯定会给队友爆点 这边是想去看一下他位置 因为现在的话其实这个打不打到他已经无所谓了 果然他的队友又是冲了进来 我们现在就可以非常标准的一个打提前枪 对方是根本没法躲避 把他给击倒 那这个人的话也是击倒 最后的话就是一个一对一的情况 那这样我们其实已经完全不虚了 而且他肯定反而有点忌惮了 因为他现在是一个一对一的情况下 两个队友都倒地 他是很着急的 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多听脚步声啊 看看他到底是在哪个位置 当时我听到他好像是去这个楼下了 那我们确定他在楼下的外面的同时啊 就可以通过翻窗下去 打他一个牲扣 把他给成功的偷掉 最终的话也是咯唧咯唧的吃鸡了 OK 每天更些精彩好玩的视频群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 拜拜